就算曾经穿着旗袍洗马桶,她依旧是民国最后的贵族,转载自公众号,时光漫漫闻灵字图网络。 导读郭婉颖,她是昭明的老上海永安卖过郭氏家族的四小姐,小公主,当年上海摊上亮丽耀眼的大美女,上海交际明远,服装设计师,被称为上海最后的贵族女子,上海的金枝玉叶。 不管生活给予了她什么,她都会高昂着她的下巴,坦然接手,也许这就是贵族。 她是淑女,但她从不懦弱可及郭婉颖,在西尼上小学时,也曾因为同学乱叫她名字而逃了学,并且郑重地告诉校长,要是同学不改正的话,她就永远不去学校了。 就读于宋庆龄和宋美龄的母校来到上海后,郭婉颖在中西女叔读书,而这所学校是有着28年历史女子中学,主要面对上海上层阶级的女孩授课。 宋庆龄和宋美龄都是从这里毕业的。 在这所学校,宿舍都是由学生自己布置,为的是让他们学习怎样做一位女主人,让自己得体、风趣、懂得照顾人,这是学校提倡的标准女人。 只因喜欢冰心而取名为郭婉领。 郭婉领自信、公正、博学、自尊,从小西方长大,却并仍然珍视东方文化。 才来到上海之后,她上中学时,有了自己的中文名字——郭婉领。 而这只是因为喜欢当时走红的作家谢婉领其冰心,越来越独立,并敢于走下去通常情况下。 在中西女说读书的富家小姐们,毕业后,不是嫁入豪门就是赴美留学。 郭婉领也不可避免地面临着这样的选择,因为不想出国留学,父亲便安排她与一名男子定下婚约。 但郭婉领不愿这样屈从于命运,终于以死相逼解除了婚约。 她变得更坚持更独立了,她知道自己要走的路,并且有勇气按照自己的选择走下去。 没什么理由,因为喜欢,所以做了,那时的郭婉领就不愿意味地追赶潮流。 更多的时候她喜欢从自己的兴趣出发,做自己想做的事,她不愿再听从别人的安排。 更多的时候她自己选择今后要追求的生活,她可以轻松地说,没什么理由,因为喜欢,所以做了。 所以,解除婚约后,郭婉领有了更高的目标,她决定了以燕京大学心理系深造。 而也因此,她遇到了真命天子,并且在毕业之后,便嫁给了他这位清华大学毕业的高材生。 真是生活中的快乐,嫁给秩序相投的人婚纱照中的郭婉领皮肤白皙,长长的眼睛优雅地仰着,眼中流露出欣赏和喜悦的神情,礼服的贴身裁剪衬出了她的凹凸有致的身段,像极了童话中的公主,手捧的鲜花和她的美香礼意略逊一筹。 他们夫妻俩都是重视追求生活中的快乐的人,这也许就是他们相互吸引的地方。 躲不过的婚姻危机,却化为新的契机婚后的一段时间里,他们是相当幸福的,但如所有故事一样,婚后不久他们的爱情就出现了危机,她生性风流的丈夫,爱上了一个年轻的寡妇。 而关婉玲并没有像个泼妇一样去折腾自己,而是把丈夫找回来之后,便专注于自己的事业,她为了转换下心情,便与从美国回来的朋友张海伦合开了一间,专门为顾客定做礼服的服装店,叫做锦尼时尚沙龙,在当时名声大道。 只因不愿与日本人共事,而自愿颠沛流离战争的影响,丈夫失去了工作,只能依靠她的工作来补些家用,可不久,她又面临了一次选择,如果想要继续平稳的工作,就免不了与日本人共事,要不的话,就只能从此颠沛流离,郭婉玲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离开。 丈夫离世,文革暴发生活终于稳定下来后,本以为可以就这样细水流长了,可谁知,不久丈夫便因心脏病离世,而还没平复心情地躺,在接踵而至的文革里,又被打成了右派。 他穿着旗袍去清洗马桶,穿着皮鞋站在菜场里卖咸袋,当他独自从劳改农场回家,听法院的人来宣读对他去世的战术的判决书时,他平静地听着,不闹也不嚎啕,泪水只在心中流。 他晚年时,有外国记者问起他在那些劳改岁月,他却优雅地挺直背说,这些老祖,有助于我保持身材。 美国招名新闻主持人华莱是采访他,希望他亲口说出在大陆经受的磨难,他拒绝了,因为他觉得他们根本不懂中国。 他说,我不喜欢把自己吃过的苦蓝懒给外国人看,他们其实也看不懂的,他们是想把我表现得越可怜越好。 这样才让他们觉得自己生活得十全十美,我自己的人生,我有什么好怕的,其实这一段苦日子,只要他选择回到美国,便可以避开。 但是他却说,要不是我留在上海,我有的只是和去了美国的家里人一样,过完一个郭家小姐的生活,那样,我就不知道,我可以什么也不怕,我能对付所有别人不能想象的事。 他最多的是告诉我,人一定会遇到许多事,那时一定不要怕,什么也不用怕。 他的孙女这样回忆,回归平静,优雅淡然在郭婉英六十八岁时,他终于迎来了他应有的尊重,他被恭恭敬敬的,请到了上海龟酸岩研究所教英文。 虽然,他不再有机会坐在豪华的餐桌前吃名厨做的菜,但他仍可以用铝锅蒸出美味的蛋糕。 虽然,他不再有机会穿着做工精良的旗袍,但他梭的一头卷得很整齐的银色短发,就算是平凡的不衣酷,也遮不住他一身的气质。 这所有的苦难,并没有摧毁他,而让他变得更加优雅,生活要是真的给我些什么,我就接收他。 经历过乱世繁华,洗净千华后,面对苦难,依然能保持优雅的姿态,将波涛汹涌化作心底深处的平静,我想这是真正的贵族,他就是郭婉英。 他从来不像老人那样,不注意自己的美郭婉英的子女,多次要求郭婉英过去与他们同住,这个安静且坚定的女人,拒绝了孩子们的要求,留在了上海。 他从来不像别的老太那样,站成一堆说闲话,他从来不像老人那样,不注意自己的美。 在上海一个没有暖气,没有空调的房间里,默默地过着自己的日子,春去东来。 八十多岁的郭婉英,走在路上,从来不让人服,上车下车,也不让人服,他坚持一个人独立的生活,他讨厌别人照顾自己。 他以精致的妆容渐忍,安详,体面,干净,直到他离世的最后时刻,直到最后一天,他仍旧很优雅。 这段时间几乎可以算得上他人生中最艰苦的时机,但即使这样他也没想到要放弃,没想到要轻生。 郭婉玲的遗嘱里都表示,将遗体均献给上海红十字会,志愿书上写着,我志愿将自己的遗体,无条件地奉献给医学科学事业,为祖国医学教育和提高疾病防治的水平,贡献自己最后一份力量。 他一生都没有成为别人的负担,一个人对别人要求的越少,才会越有尊严。 人生最重要的是要做自己的主人,能自己当家做主,生命才会有意义。 不管生活给予了他什么,他都会高昂着他的下巴,坦然接手,也许,这就是贵族。 这不正是罗马价日所说, Lift up your head, princess, if not, the crown falls,请抬起你的头,我的公主,不然皇冠会掉下来。 在郭板英的告别仪式上,有一幅晚联这样写道,有人有人,大家归秀幽宰。